我只要他的阳气,不要你的,我要乖乖去睡觉,不行不行不行,这可是我亲哥,怎么能让你拔了他呢,有玉池溪在,玉池断意就放心了许多,也神气了许多,你为何要对我下手,我与你无怨无仇,如果你想要有龙气的阳气,我父皇不是更好,他是天子,龙气比我多。 这,哥,你真是笑死我了,父皇会感谢你的,爸。 为何,因为你们男人都是复兴汉,看到我的眼睛了吗,就是我的夫君挖下来的,我那般爱他,他就这么对我,那时我就发誓,我死后不要去投胎,我要让你们这些复兴汉都去死, 我要吸掉你们所有复兴汉的阳气,我要,拯救所有的姑娘。 是个好想法,可问题是,我负谁的心啊,别说我负你的心啊,我与你才相识不久,而且,也是你先骗了我的。 哼,那你可还记得苗桃,你不是爱他吗,却看着他被斩杀,却算计他,你就是复兴汉。 欲齿断义真是叫冤。 是我可真是冤枉啊,是他先算计我的,他故意接近我,与我父皇的妃子又是好友,他们想一起对付我父皇。 我不过是自卫,算什么傅心汉,要说,也是他负了我。 孟严猛了。 是这样的吗? 这些事情是他不知道的。 嗨。 欲齿兮啊了一声。 是这样的,我可以作证啊。 孟严脸色复杂地看向欲齿断义。 呃,不管了,你长着一张傅心汉的脸,今日你不负旁人,来日可说不一定,我要将你扼杀在摇篮里。 都这样了,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。 欲齿断义无语了,这也行。 欲齿兮也是一阵无语,他就知道以哥哥的倒霉指数,孟严怎么可能轻言放弃,好在他还是有防备的。 方才出来的时候,从娘亲的桌子上顺了一张纸和笔过来,刚好可以现在直接画符。 欲齿兮趴在地上画符,欲齿断义得空看了欲齿兮一眼,嘴角狠狠一抽。 妹妹啊,你这是在干啥?是想画下哥哥惨死的瞬间吗? 欲齿断义很绝望,不行,他得自救,他得往希儿那边跑。 好,孟严碰到希儿就会死的。 欲齿断义脚下一转,朝着欲齿兮跑过去。 欲齿兮这会儿已经画了一半了,他的笔勾动了天地间的灵气,灵气随着笔尖落入符纸上,符纸上的字散发着淡淡的金光。 孟严发觉了不对劲儿,那个小奶娃的身上突然出现了一股令他害怕的气息。 但是肥肉就在眼前啊,怎么可能不吃? 孟严只犹豫了一下,就朝着欲齿断义追了过去。 欲齿断义回眸看了一眼,默默地加快速度。 他冲到了欲齿兮面前,同时欲齿兮也收笔了,浮城。